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我们面对到的工作量 其实会让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点burn out的感觉 到底burn out的原因有哪些 其实当我们说到burn out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burn out这个词 在Webster字典里面 其实在所有字典里面都是这样讲 它其实跟火有关系 就是说你知道 海边有没有森林大火 把整个森林烧掉了 或是一个房子大火 把整个房子烧掉了 或者是电线短路 把那个保险丝烧掉了 其实如果我们去想burn out这个事情 既然是跟火有关 也就代表说 或者是跟电力 这个电力有关 就是overload 就是跳电 其实它本来是好的 代表说你是很有电力的 对不对 你是很有火的 可是最后这些火 这些电 这些能量到一个地步 你会知道说 会burn out的人 本来可能是火力非常充沛 是非常有热情 是非常有异象 是非常有方向感 很有动力做一件事情 可是坐到最后 这个火也有可能 最后把整个森林 把整个房子烧掉 这个电力 可能把整个保险师 完全烧掉 如果你去看20世纪 这个20世纪 本来在19世纪 20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部分的疾病 是讲传染病 20世纪之前 大部分人死掉 最主要的原因 是传染病 可是到20世纪之后 人死掉 最主要的原因 是心血管疾病 或癌症 以前19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 人最常精神的问题 是歇斯底里 那么现在 最常出现的精神问题 是倦胆 你知道这当中的差别 其实就是一种 生活模式的转变 以前的人 他们这个 卫生环境很不好 很容易会传染病死掉 现代人吃得很好 心血管疾病 吃得太好 心血管疾病 以前的人 他们是遇到战争 战乱的打击 或者是很大的痛苦 整个歇斯底里 他陷入疯狂了 但是现在的人 是在每一天 每一天持续的压力当中 没有战乱 但是在每一天 持续不断的压力当中 感觉了burn out 所以其实 这跟我们的生活模式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burn out 常常不是突然之间 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是你日复一日 把自己暴露在一种 高压的环境之下 很大的责任之下 你就burn out 可是如果我们去思想 这是第一个 burn out本来是 你是一个有目标 有方向 有动力 有热情的一个人 你才会burn out 第二个 就是说 你是把自己暴露在 其实你根本没有察觉到 它不是一个突然之间 让你好像你失去了你的家庭 失去你的亲人 你陷入歇斯底里 而是你日复一日在这样压力当中 你就感觉到你整个人越来越苦干 越来越没有力量 意思是说 一个好吃懒惰的人 大概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 通常都是非常热心 非常火热 比如说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她火热爱主 想要服侍神 然后就接了很多的服侍 然后在很多的服侍 压力的里面 慢慢感觉到她的体力 她的热心 她的热情 慢慢地在浩劫当中 碰到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人去厘清 到底持续多久 在压力的里面 或者是面对到多少的工作量 算是可以的工作量 你刚刚讲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我们很少看到有人 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 睡到burnout 或者说 不是 一直每天看电视 看到burnout 或者说 或者每天在玩手游 玩到burnout 真的没有 就是眼睛会burnout 对 眼睛会burnout 但是有大部分这样的人 他是基本上是非常有热情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在工作 公司很忙 家庭很忙 然后他们来到教会 他们也好想要做很多的服侍 然后他们充满了热情去做 可是过一阵子之后 就好像你讲的 他们会有burnout 很多burnout的原因 第一个 他所想到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谈的 就是事情太多 或是事情太难 或者是事情没有成就感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burnout 是跟客观的有关 是跟他的外在的事情 他的 他很愿意做 可是这个责任 真的太多了 他很愿意做 可是这个责任 真的太难 他感觉超过他的能力 或者是说 这个在当中给他 感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 或者是说 这个他很愿意做 可是他觉得他做了 都没有看到他想要看到的成果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会有burnout 真的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会有一种 过犹不及的一种感觉 就是 我称赞的时候 all or none 就是当他一开始服饰的时候 他就是那种很热心 然后很爱主 好像被成了爱激励了 然后就 什么都做 什么都接 所以就是yes man 就是yes 然后这个服饰 oh yes 这个礼拜可以吗 yes 所有都是yes 然后突然yes到一个地步 是他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 他感觉快被压垮的时候 突然他又开始画界线了 或者他听到关于界线的教导 他怎么画 就是全部都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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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我都不可以 已经burnout 就完全没服饰 所以通常都是这种 要不是所有服饰都接 要不然就是 在burnout的里面 所有的服饰都拒绝 然后就感觉 其实心里疲惫就算了 还对教会苦读 对服饰苦读 对牧者 对领袖苦读 等等的这个状况 到好不容易被恢复完之后 又开始都接 所以他其实是到头来 你就发现在 在接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些的时候 我们真的还是需要 有一些的智慧 跟更多的去明白 神呼召我们的是什么 是 所以他们会在 一直在这样的 这样上上下下的 起伏的当中 就是说一下什么都要 一下又什么都不要 一下又什么 等到他开始恢复 他又想要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给他们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 这个很像是在跑长 马拉松 你知道马拉松 不是在跑短跑 所以短跑的时候 需要你有很快的爆发力 对 所以你跑多快 但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配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用你的权力 然后做冲刺 以至于你在接下来 你会感觉到太累 所以在我们的服饰生涯也好 或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涯也好 其实配速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这个 你刚刚所说的服饰 其实在工作上也是一样 有很多从大学毕业的人 有些人说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年轻人 是草莓族 其实我看不见得是如此 有些人他们在刚进到职场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憧憬的 他们很想要有好的发挥 他们想要学很多的东西 他们想跟很多职场的前辈学东西 他们想要做好多的专案 他这个想参与 那个也想参与 然后他想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而且我也看过很多的人 他们在职场当中的时候 他们又去给自己安排很多的进修 学电脑程式 学英文 他其实给自己塞得满满满的 还去开Uber 对 还去找其他的兼职 但是其实到最后他发现说 他没有去配素的结果 就是他让自己burn out 他想尝试太多东西 他想学太多东西 他想接太多的工作 太多的专案 可是最后他没有配素 就是让他整个人burn out 我很喜欢你讲配素的概念 其实另外一个讲配素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 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节奏 是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平衡 平衡就是好像是怎么样的分 我觉得节奏 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 他所碰 他面对到的一个节奏 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burn out的 这个造成过程当中 很多的人对他自己 其实不够认识 对他的身心灵的状态 不够敏锐察觉 另外一个东西我发现到 为什么人会接很多的东西当中 经历到burn out 其实我后来观察 我又发现一件事就是 有一些人接很多 然后burn out 有一些人做很多 却很喜乐 我不知道你们有观察到 有一些的人在教会里面 他也承担很多的责任 他也承担很多的服事 可是在过程当中奇怪了 他没有burn out 而且还很喜乐 后来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 有的时候burn out 不一定跟你工作的量 有直接的关系 它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它跟你有的时候做的东西 不一定跟神放在你生命里面的 那一份 或者是那个呼召 或者是那个恩赐才干能力 有关系 因为有一些的东西 其实你就发现 当你去做的时候 它会给你力量 它会让你有一些 重新得力的一种感动 因为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东西 在做一些事情上 没有成就感 其实本身是令人非常沮丧的 或者在做一件事情当中 你觉得应该有突破的时候 没有突破 其实是会让人 在做这一件事上的时候 是有很深的受挫感 那其实这种沮丧感跟受挫感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因素 其实在影响我们整个全人 所以我觉得是说 有一个部分是 当我们在接 不管是工作也好 服事也好 其实很重要的是 到底我的passion在哪 有的时候我们的热情 不知道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全接 对不对 全部都 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参加 可以 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做什么 可以 可是有的时候慢慢 当我们更多认识神 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份 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 或者在职场上面 我们慢慢开始知道 这个东西其实 当我去做的时候 它可以很难 可以很有挑战性 可是 我其实是 它会给我 有某种程度的一种 而且当我有一些 刚才你讲到 没有成就感 其实我要学习 从一些小小的 一些的事情上面 经历到小小的成就感 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去挑战的是 大大的成就感 大大的成功 其实从一些小 small wins 小小的营当中 慢慢找到一些的成就感 其实如果我们去分析 人burnout的原因 那么第一个他所想的 一定是事情 我的事情太多了 我的事情太难了 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说一个人怎么会去接 超过他身体 或心灵的负荷量呢 第一个 心理智商专家 告诉我们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人不喜欢独处 你发现 这是我们入市场 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理由 就是停不下来了 对 停不下来 他觉得他只会一静下来 其实有些人是 他可能不喜欢他自己 他只要一静下来 他就 他要面对他自己 所以他就不要 让他自己停下来 他就不停地去工作 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有些人 工作会让他找到价值感 你知道好像 有的家庭里面 妈妈 她为什么一直忙 一直忙 因为那个时候 他感觉到他好重要的一个人 你知道他的先生好需要他 他的孩子好需要他 有些人在职场上面 他也是要这样做 他就觉得 那就是成为他身份感的来源 对 存在感 对 他就觉得 这样我才有存在感 这样我才有 我才觉得我自己有价值 有意义 我在这个组织里面 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其实有些人 他不想停下来 是 他觉得一停下来 他就怀疑他自己 怀疑什么呢 我真的有呼召吗 这真的是我的命定吗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吗 我真的应该在这个工作吗 那他只要一停下来 特别在服事当中 很多人会这样子 我也认识一些 全职服事的人 他们开始在想 我是不是有全职的呼召 我是不是被呼召了 做这件事情 那他的做法 不是静下来想 也不是静下来祷告 是让自己开始更忙 因为他只要忙 他就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但是他只要静下来 夜蓝人静 他就想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神在带我做的方向 所以他不想面对 他不想怀疑他自己 他也不想去想这些 头痛的问题 所以他就让自己忙 第四个 这个心理治疗专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的家庭生活出问题了 他不想回去面对他的妻子 就是学生 学生都是这样的嘛 不想回家 对 所以在外面就 对 就说我在外面功课很忙 其实也没有在外面 好 功课很忙 就是在外面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可是他就是不想去面对他的家庭 那一个成人也有可能这样 不想回去面对他的妻子 不想回去面对他的丈夫 不想回去面对他的孩子 他面对的时候会有挫折感 所以他就让他自己很忙 所以其实 我现在谈这个事情 就是有些时候工作很忙 有没有可能不是客观环境 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内在 内在因素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逃避 跟自己独处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找 我们自己的价值感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逃避 我们的家庭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逃避 我们认为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所以我们刻意地 让我们自己接受这些事情 所以当下一次 当我们在思想说 我工作让我burn out 其实或许我们应该 更深地去探究 不是从外在的工作 我们容许这些工作 其实可能我们内在 有更大的问题 我们内在有更大的议题 是我们需要好好去面对 真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在忙碌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忙碌 忙碌真的在刷存在感 忙碌也给予我们一个价值感 我举一个例 你知道那种忙碌 可以给人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子 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牧者 要开会对不对 大家在协调时间 然后比如说我们假设说 下一个礼拜三的中午 文化牧师你醒不醒 然后牧师就说我很忙 那我说我时间可以 他说他那天没有空 另外一个牧者说他也不醒 好 那我们再瞧另外一个时间 然后礼拜五中午 然后我就说我可以 然后我说我那天有个会议 那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会让我这个 好像时间都很充沛 可以配合的时间 我会感觉什么 我是不是好像太闲了 不只是太闲 是我觉得我不够重要 重要的人他会忙 重要的人变成大家都要去 配合他的时间 难怪我每次都配合你的时间 你这样讲是真的 重要的人他的时间是压缩的很紧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潜意识有一种思想 其实会让我们停不下来 去fill我们的时间 很多的活动或者是activities 那某种程度其实 我现在不行 我很忙 我这个礼拜有什么事 某种程度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是 我的重要性跟我的伟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 跳脱这种思想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静下来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 这个东西是否是我真的 应该要做的 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 为了填满时间 我们去填满我们的 schedule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停不下来 我们去填满我们的 schedule 但是有的时候是真的 因为我们里面 需要那个价值感跟存在感 很多人不敢去沟通 他内在的期待 他就觉得说 我就要说是是是 好好 可是他答应了是之后 很多人他是很不能说no的 所以他就会说是 可是说是之后 他内心就会一直 很有压力 很痛苦 然后最后再反悔 那其实与其这样子 倒不如说是 圣经里面其实有个例子 耶稣就说有两个人 就是说要去葡萄园 对不对 两个孩子 一个说我不要去葡萄园 他后来去了 一个说我要去 后来没去 那哪一个比较好呢 当然是如果你能够 一开始就告诉别人说 我不能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人们对你 很可以理解 大部分的时候 人们对你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这个人 他本来说不行 后来他可以做的时候 事实上你就会更开心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开始说可以 可是后来不行 那么人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我讲一个 我沟通自己的这个 我记得我刚开始接主任牧师的时候 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教会当中有很多需要我去做的 譬如说我必须要去做一个领导的决定 好像Robert Morris牧师说 一个牧者他很重要就是 一个主任牧师 对不对 一个主任牧师就是 Lead and Feed Lead就是我必须要从神 我必须要做一个领导 我要去做喂养 那领导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 祷告 寻求 我必须要做很多时间来做研究 然后去研究各种情况 我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是最正确的 那么喂养 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来研经 然后来去分享信息 能够喂养弟兄姐妹 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会对我们 有很多的期待 他们一方面希望你是个很好的讲员 二方面希望你跟他们 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他们一方面希望你非常的传统 二方面希望你不断的创新 你知道很多在你身上的期待 是互相之间有冲突的 而我们怎么样子去跟他们沟通说 我其实不可能做到你的每一个期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其实 这其实是讲到的就是 怎么样把你的需要跟你的界限 其实跟你周遭的人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想做一个下属 我们怎么样在很多的工作量当中 去问老板说 你要我做哪几件事 是priority 因为如果我所有事情都做 我不可能都做得好 但是如果我做的话 我需要这个东西 会花我大部分的时间等等 我觉得这个叫做界限 那其实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当中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甚至在华人教会文化里面 比较少看见的就是谈到那个界限 那很多时候我们讲界限 我们就觉得是会 是否是很 就是很伤感情 就是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都很close 怎么还要谈界限这个东西 是不是会就是 那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不谈的时候 就在彼此冒犯的关系的里面 然后在彼此的 在互相的这种期待当中 彼此失望 或者是彼此伤害 所以你不谈 其实关系也在恶劣当中 那谈界限 其实不会伤害感情 我要告诉你 谈界限 其实会增进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谈界限 其实是你给予 给彼此一个机会 是什么 可以彼此尊重 跟彼此相爱 什么意思 可能你假设 你来到我家里面 你在家的习惯 你可能会把脚 翘在桌子上面 那我就跟你讲 文华 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不会这样翘 那我就告诉你 这是我们家 那你在家里面 可以怎么样 但是你今天 在跟我互动当中 我会把我的需要 那界限其实就是 把我的需要告诉你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了 你可以因为 你看中我们的关系 看中我这个人 你说我在家里会这样做 但是我跟你互动的时候 我选择尊重你 那那个其实是在 关系上面的一个拉近 或者是有的时候 那其实我命运很不舒服 但是我也拍谁讲 那你就翘 我现在讲的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动作 可是我就已经在那边 在忍了 所以其实它对关系 是没有帮助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关系当中 一开始都是很好 一开始都很亲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关系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成为一种压力 成为一种张力 甚至在互动当中 开始有一些的彼此冒犯 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 你有感觉 你有些当中 有一些想法 就是沟通 我们叫做这个 是健康的一种 confrontation 或者是面值 很简单的就是把我的 这是我的界限 这是我需要你知道 这我有我的需要 在我帮你工作的时候 我的需要是什么 我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需要有一个 跟我家庭在相处的时间 我可以 我可以把 我可以在义工的 这个服饰上面 我可以做到 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地方 那你可以对我的期待 我要告诉你很清楚 在这样的范围当中 我会摆上我的权力 我也会愿意付出 可是你也要尊重 因为如果再做过多的话 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复合 我对家庭的关心 也没有办法 继续的这么投入 所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什么 不要担心谈界限 不要担心谈你的需要 因为这个其实是给予对方 因为你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在一个 无知的状态里面 因为你真正的状况 只有你最清楚 如果你不表达出来 你不跟对方说 对方其实没有机会 那当然他说 我不在乎你家庭生活 我不在乎你身体的状况 那种 那种领袖跟那种主管 大概你就知道 你还是有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离开 你可以选择离开 所以我们永远不是 没有选择 对 你总是有选择 可是当你表达之后 很多时候 你的领袖可能会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 原来你现在最近 工作已经有很大的压力 家庭孩子 碰到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没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先暂时放下来 那其实在那过程当中 你会感受到什么 其实是更多的彼此相爱 因为当他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知道你的状况 他说OK 那我帮你调整一下服饰 或者是我帮你 现在工作上面的东西 我做一些的调整 没有关系 如果你现在碰到 一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你一直在 承担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影响的不只是 你的身心灵的健康 你的burn out 它影响你是人际关系 很多人会说burn out 是因为街的工作量太大 或者是服饰量太重 可是我发现有些人 他的服饰非常非常的多 或者是他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他却非常的喜乐 那差别是什么 因为他认识自己 他知道神 放在他里面的那一份 所以对某一些的工作 他会说yes 某一些的工作会说no 某一些的服饰会说yes 某一些的服饰会说no 认识自己 明白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 是让你身心灵健康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 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站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